糊涂先生作曲 糊涂先生一心想当一个了不起的作曲家 这天,他趴在书桌前痛苦地写他的歌 糊涂先生觉得肚子有点饿了 于是出门去买吃的 他把大笔架在肩膀上 想扛了一支枪 向马路对面的面包房走去 马路上真是太吵了 糊涂先生皱着眉头 眼睛鼻子全都挤在一块 来来往往的汽车 发出的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 听了真是心烦呀 就在过马路时 糊涂先生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口袋里的硬币全滚了出来 哦,原来是一张空白的乐谱 难怪汽车全在胡乱地唱着歌 他一边捡硬币 一边看着斑马线发呆 糊涂先生毫不糊涂地抓起大笔 在斑马线上写满了音符 糊涂先生做完了这一切 捡起了地上的硬币 一头冲进了面包房 马路上还是这样热闹 一辆红色的巴士 在糊涂先生 譜了曲的斑马线前面 停了下来 巴士看见马路上的歌说 真是一首快乐的歌 说完跟着乐曲唱了起来 真是一首轻松的歌 一辆蓝色的小汽车 唱起了歌 打这儿经过的汽车 全都不再大吵大闹了 轻轻地唱起了快乐的歌 当糊涂先生从店里出来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首悦耳的歌 糊涂先生还看见交通警察 正微笑着指挥交通 心里想 这多像在指挥大合唱 糊涂先生高兴极了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飞奔上楼 糊涂先生终于在乐谱上 写下了美妙的音符 并完成了汽车大合唱 后来糊涂先生 真的成了作曲家 这本节手没 ό, 这简直下了 糊涂先生 糊涂先生